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还要来掌握的是 这个伊朗这个传出遭到以色列攻击 那么也引发了一些投资源的恐慌 那今天台股也是重挫了超过1000点 那现在呢我们不是这个新政府有说吗 财经看守内阁 那财经看守内阁到现在应该 是不是应该有所作为呢 因为刚才如同这个委员所讲的 民生问题最重要 反而是不应该拘泥 比如说这个委员穿什么衣服 或者是只要重点是他的这个钱 是这个并不是不正当的 对只要是合法的 那其实他要拥有什么样的物质生活 当然是每个人个人的选择 但反而我们应该要关注的是 我们现在的一个民生话题 我们的经济问题 现在的财经看守内阁该有何作为呢 想问您怎么看 我们在最近其实这两天 国际环境有几个比较大的变化 一个是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战争 整个局势可能有扩大 有越来越扩大的状况 他不像是前一阵子 是伊哈跟两个组织之间的状况 这个已经扩展到区域之间的冲突 所以这对于国际的稳定也好 国际的油价也好 我们都看到有很大的波动 这是在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台湾的股市 在盘中曾经最高跌落在1600点 这是过去8年来最大的跌幅 那另外一个最主要原因 其实就是我们台积电在美国的这个利多出境 所以在法说之后 大家看不到更多的利多 那所以盘中整个才重挫1600多点 到最后其实是以700多点来收盘 那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整体的财经政策 虽然从业界找了几个人才 但是我个人认为 如果没有办法解决缺电的问题 特别是所谓的AI AI内阁 接下来是用半导体跟AI来支撑这个国家 但是大家都知道吗 AI其实它的用电量比 晶片的需求量还要高 前一阵子我们看特斯拉的总裁才提到说 未来包括AI人工智慧 其实需要大量的资料中心 这个大量资料中心是目前每一个国家 用电量的两倍到三倍 所以现在很多国家都不断在发展 原来大家反核 后来慢慢的回来去找核能发电厂 甚至美国还为了AI的发展 包括他们的火力发电厂 还也继续的研绎 所以能源政策是必须适应 这个新的方向来调整 那所以台湾的能源政策到底是什么 要不要对于过去的非核家园 你要不要道歉 另外那核一核二核三的延期 民进党到底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 所以客观的去面对自己的能源政策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核四的 这整个封存的预算 在会计项目上还没有反映出来 我们的国债中现在每一个人平均 已经是负债27万 这还不包含劳保基金现在面临也是破产状 加起来每一个孩子一出生 就是负债100万在国债上面 所以未来的负担其实越来越严重 特别是现在还面临高龄化之后 国家未来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少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国家面临的挑战 但是在现在民进党所排出来的名单 所谓的AI内阁 那我就要请问民进党 如果要发展AI加上晶片 你没有足够的电 那完全走不下去 那所以民进党怎么去面对自己的核能政策 包括现在我们台湾的热钱很多 那是台湾有没有更好的投资标的 把热钱留在台湾 否则外资是非常敏感的 台湾一旦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或者是在政局上在两岸的不稳定 外资马上抽腿到最后 没有离开的就是台湾自己的小股民 所以冲击是非常大 其实今天还有一个 很值得大家关注的 就是我们今天的台币是重挫到32.574 这也是8年来的新低 这也代表着未来台湾的 这个进口的东西越来越贵 包括我们的天然气 包括我们的石油 国际的石油的采购 原油的采购等等 所以这个都会对于我们未来的经济 会有很大的冲击 所以民进党必须第一 务实的面对自己错误的能源政策 第二个 未来的AI包括我们的半导体晶片 其实缺电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 怎么去做这样子的处理 然后台湾的热钱过多 未来如何有更好的投资标的物 还有必须要让外资信心稳定 资金愿意留在台湾 否则的话一个风吹草动 一个两岸局势不稳定 都对台湾有很大的冲击跟冲突